狂暴身份还不甩蓝茶 远警一路鸣笛框追 想不到嫌犯进逗退路 踩油门冲撞警察 远警瞬间倒地天旋 地转痛道不断哀嚎 12号下午戏指警方蓝茶可疑车辆 想不到对方拒检暴冲 警方蓝车紧急追捕 朝左后车门梦哄一枪 但嫌犯还不停 二度倒车撞进棋楼 把远警撞到四郊朝天后 与太太汽车分头逃亡 嫌犯躲到宜兰郊西 当晚就被带震轴 我很难过 你难过你配合一下 没事不要撞警察 我没有 没有哦 我说假事我想 不想撞警察 不想被关就撞警察 原来证明51岁 简性男子是名枪炮通緝犯 他知道自己是直自通 被抓地立刻发检服刑 因此用尽生命跑给警察追 今天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 为什么要开车转警察 不好意思 我想要去自首 我不敢 所以我在这边等你们 换乘机车离开 只是这机车 行经 舍后 内湖一带 最后上国道往宜兰方向逃逸 茶扣 海洛因 安非他命 吸食器等张证物 没勇气自首 却有勇气撞警察 逃亡过程还能 缜密谋划路线 换车射断点 童气短短一天就被抓 逃到天涯海角 依旧逃不过被带命运 记者叶伟林 黄韵澜新闻是报道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